好的欢迎回到第六轮第四节双方的一个大将战 发射肩负重大的压力来面对梅老板 这个厕所战神自己还得用个猪 这个防守要突破的难度难于上青天好吧 上一次板桥用RBG打这个梅老板的时候都给我看哭了 都那一万种对空 你让他怎么去接近梅老板 就想慢慢的靠近他这件事情都会非常的难 就好像你在追求一个压根就不喜欢你的妹子 你要费尽千辛万苦 绞尽脑汁 然而呢从结果来看基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你当中可能做了很多人能够感动自己的操作 感动天感动地感动自己就是感动不了对方 说着说着这种死去的回忆突然又开始攻击自己了 非常的痛很痛 好那这一场的话Crusher对这梅老板 看一下他今天有没有什么惊天地气鬼神的操作 来突破一下梅老板的一个铁桶阵 把他送进厕所让他倒在厕所里 你行不行 用一个VSR吹个泡泡 说你会有什么奇效 OK比赛正式开始 梅老板对阵Crusher 这边都是带了一个VT 梅老板是要把波射到爆 还带了个VSR准备设个空波 然后我觉得梅老板带了个VSR 无论他带什么基本都不用的 反正不重要 他只要能够后前发波就够了 这是他的全部了 自从换了Hitbox这种设备以后 他的发波越来越顺畅了 他已经开始逐渐迷恋上这种发波的感觉 是对吧 好那现在两边都已经展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资源 Crusher也已经逼近了板边 梅老板蹲进了厕所 自己的战斗力直线了上升 你看用战清权能点对手的下轮 这种神奇的操作你没想到吧 梅老板突然一个前走 然后情况准备点出去 发波 你看在打一个板边进攻的时候 Crusher这边掉血反而掉的更多 战中角的对空 一万桶对空的花样 不要想跳过去很难的 这交比亚也没有办法去投掉 因为伯迪的这个VT开的动作 时间持续很长 跟其他角色不一样 其他这种角色你要VT开了 看到你交比亚直接投掉就行了 但伯迪不行 伯迪会在那边吐一口火出来 很帅 像恐龙一样 那现在梅老板这边血量上是有优势的 虽然位置上看上去不是很妙 但他守住了 这边最后的这一波 他选择了用头锤做了一个大胆的预判 感动了自己 没有感动到梅老板 梅老板被他的这个送头行为倒是感动到了 好 现在到这边都是一个满资源 基本都没有在上一局交货资源 头锤 EX版 诶 是个泡泡 前面准备加一下VT 用这个VT1 然后续满开出来去硬打 能不能等到那一天还不知道 刚才看了反正开了跟没开没什么区别 开场又是一波厕所战神 你在压制梅老板的路上掉血的却是你自己 难不难受 怎么办 这个厕所王者 他这样过分啊 就好像没退 他的舞台就是往前走的那一小段距离就够了 这就是我需要的立回空间 极致立回 背靠钢板 根本打不穿 现在KUSH那边是在进攻的路上快死掉了 先走 我就感觉他压的是很凶 那就不破防怎么办 这边 最后一波 有没有 好的 头锤过波 最后一下 猜他 不投他吗 哎呦 还被反投 哇 绞刀压死神 这是什么招 这是什么独特的理解 我不理解 反正我不理解 脚刀压死神 没有30年的理解 能够做得到 肯定做不到 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的关键时刻 你能想得到对手是一个脚刀 啪一个打你压死神吗 你说这要不是预判 那就是在整活了呀 好了 现在回到比赛 到了第二局 KUSH其实看起来还是有机会的 虽然就是在进攻的路上会有点痛苦 但不管怎么说 至少在位置上 我们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上面 他至少可以在开局10秒之内 最快速的建立起一个位置上的优势 这一点他是做到的 上来一个跳水 nice 找到了一个新的过波花石 那这一波取得效果了吗 取得了 血料领先了 至少在进攻的路上 我保持了血料领先 不容易 中拳打中收招 完了 这个头锤没有中 没老板又捡了一个巨大的皮夹 战中掉对空 呃 没老板马上又VT了 当然我觉得他也不准备交了 直接拿来防守吧 VVT喷通一手 那么就直接带走 不要给他智慧 好的 终于直接抓了 就要直接抓 知道吧 当年没老板是怎么输给那些内卡丽的 板边六个指令头 就死了 对吧 我记得是非诺姆 打没老板 丝毫不留情 总结赛 六个指令头 板边 NL 打的就是你没老板不敢动 死不拆头 没老板 好 没老板这边是EX发波 把位置打出来了 虽然在厕所有加成 但也不能一直坐在里面 不能一成不变 我们得稍微变化 好 这边EX头锤过波 可以 现在在这个墙角 没老板疯狂的抖动 摩擦墙壁 发热 发电 最后转化成能量 只要通过不停的抖动就可以了 这一头锤空了 完了 这里一波打过来以后 没老板还有一次进攻可以做 下段TCVS一追 这里做了一个搬运 再来到一个墙角 往后拉一步 先一个手刀丢出去 再下重量戳一发 完了 走了 结束了 我们不玩了 直接用C强魔 哦 你有什么招美 没有 哎呀 你防住那个波的时候已经死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这个就是完全的死局 他可以做到百分百稳定拿下 有时候觉得这个游戏 你有V槽 你还可以挣扎一下 但是 这个C强魔没挣扎 他刚才那个手刀的话 要用V闪 极限躲一手 那还有机会 但是他有多少V场可以做的 没老板可以一直发波 可以上来 拿了一个泡泡 就用泡泡压起伤了 都不用吐出去了 他现在发现了 不吐出去才是最好 头锤 倒地 对空 再来 哦 这个对空好 这个很厉害 没老板本来想卖点血出去 卖血求容 结果呢 就crush用下重拳 加一个头锤再换回来 细节啊 你没有做细节 你怎么打没老板 对吧 你不请他在厕所坐到死 我直接堵火车 车都行 还是普通般的 哎哎哎哎这里 扫一轮 能量够不够 来 一套VS 脚刀 哎呀够了呀 死了 是一个伤害计算 这个能量计算 我只能说 他也不用计算 他就按流程把这套连段打完就行了 就不然我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应该在这个能量上面 能量够不够 够 哇 所以比分之后来到2比0 在厕所 坐着坐着就把对手给做死了 我在上厕所 你在干什么 在外面等着 对吧 这个伤害奇大 你想象一下 我们平时在商场里面上厕所 对吧 里面有个人坐在厕所里面 你在外面等的 他就在里面一个小时不出来 你是不是当场去世 很危险的 他这种行为 不要模仿 好了 现在到了第三局 他是汗围颜面的一局 你就要不赢的话 就输得有点难看 总共要想办法赢一局 然后我不主要你能够赢没老板 对空 来了 这里交了个尾闪 点了三发 来 又点中了 一个头锤送进长脚 这个半管血的优势 这一局总该赢了吧 优势也太大了 这里应该不敢猜了吧 敢猜 没老板 这边应该是要被卡一个硬点的 走过来就清光基点 差不多要出角度 没老板就什么都无办法 啊 竟然找到一个实际点 然后丢出了一个发布 还开了一所运气 又要做最后的反打 这一波伤害是没有什么的 来 这边丢个不过去 对手交比亚 弹走了 从前再给他 这个点上还想翻吗 没老板就是这么 有骨气的人是吧 就死定一局都不想让啊 所以没有对空 确实拉得比较远 中拳打断个手刀 好的 nice 这一波接上一个头锤 直接抬走了没老板 现在获得一分的智慧 已经来到面前了 两边都是一个满资源 上来就可以烧一烧 那如果有资源的情况下 我觉得搏迪这边会更加好一点吧 没老板这边最多就设个EX波 或者上来直接交一个Z 这个还是EX波 那波蒂的话就会好一点啊 他可以丢个EX的头锤 可以丢个EX的跳锤 对吧 有很多的方法 好家伙 那刚才这边到底是不是要换标 我怎么感觉是想直接大伤害的 刚才这一次对了一个逆向的对空的话 是用下重拳再加一个头锤命中 哦 这边还赶紧吐个泡宝 几个意思啊 新角点完 重角再来 现在Kursha这边运点过半了 重拳给到一个最高 在运点过半的情况下 吃到一个最高 这个是很绝望的一件事情 没老板这边还要做个修正 哇 那是个逆向 没老板的骚套路 太骚了 玩个骨猎这种 一共就只有两个必杀机的角色 还能给你玩出花来是吧 手刀脚刀没了呀 这个角色 从第二代开始到现在 就没加过新招 好了 现在已经是来到赛点了 就Kursha这边 最后的荣光 拿一分 EX波先倒地 头则不中 再来 完了呀 从那个局势上来看 已经不是很妙了 没老板牢牢的控制住了中场 Kursha这边到底要做什么 他准备直接穿CA吗 你没头锤又没过成功 EX的跳水敢做吗 直接EX的头锤往前开 这边是开了火车 还不到的 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板边位了 敢不敢胆子大一点 大胆一点爱他一次 来跳一走 直接跟没老板拼了 别再小心翼翼的点了 再点上去 你们被没老板反过来点死了 哎呦好难 大胆一点 直接一个前前冲进去 啊指定头没有抓住啊 要死啦 再吃一个头 这边最后的机会是开一手VT 来喷个火 请到点中 没老板这边至少是没有VT 对吧 但对于他自己来说 这个距离板边还有点远 时间都不够了 要么连续的指定头 头死没老板 这可能还有点智慧 但没老板这个人过于猥琐 你应该投不到他 这个跳水也跳不了 指定头也抓不到 十秒钟 你告诉我这怎么翻 你凹死也都凹不死他 啊指定头先来 哎呀 没老板那边就赖地上不出来嘛 我给你投嘛 再投一个嘛 你投的死我吗 啊 啊 哈哈哈哈 我笑了 这都行 哎呦 没老板的如意算盘被打碎了 哈哈 这死于意外啊 我靠 刚刚那个局面 我怎么看没老板都不会死了 他非要放他过来 他在秀自己的一个对于时间的判断 就说 就在这个最后的时间点 我作为这个厕所之神 我什么都不用干了 来吧 我只拉一个防御者 你就赢不了我 啊这种高高凌驾于你之上的这个姿态 被对手直接给干碎了 那这个 夸射捡回一条命 但捡回了这条命 并不能帮他赢 那局势总体来看 没老板领先太多 该死的防守如此的美丽 你就根本打不穿 哎 这个看起来没老板才整活高手 中拳 然后1X的一个火车往前开 套跑这边对空也对不到 这边用下中拳对空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或者说你续一个头锤也是可以的 但你偏偏用下中拳 这个距离就不够了 但我觉得就作为一个套路上来讲 他应该能够判断到对手的起跳距离是比较远 哎 这里头锤然后开出VT来 再一个头锤 锤锤锤 点击罚 这里头锤不破 nice 套路 好 再把对手摁回去 哦 没老板 2.0 二连脚刀 散装CA 好家伙 直接分开来丢的 两个脚刀这里分开来丢有31个CA的 你想那个CA不就是丢两个脚刀吗 不过这个这个 G85的CA不是啊 G86的CA G86的CA就啪啪起两个脚刀 好 那现在就到了没老板的一个赛点 现在手上有个满自然的crusher 但我觉得他现在心情一定不是很好 太烦躁了 打这个老鼓励 又吃重拳 EX波丢出来 没老板是有啥用啥 防止对手的头锤 只得吃一个雀反 这个雀反打的也不是很痛啊 他只选择用前重拳去打 有没有下重脚放倒一下 不会更好吗 再一个脚刀出去吃 没老板根本没有任何出去的打 就在里面随便呆的好了 没关系 重拳给他个C康 嗯啊 背靠大神 啥也不怕啊 这 哎呀没了呀 情况这点头不错 头锤开VT 最后的挣扎 你还得防对手的一个角落 没老板也不知道会不会凹那个角落 而且他这边是有一灯领先在的 有一灯领先在 你真要打过去他凹一个角落又怎么样了 对吧 要不要啊 没了把这么后起身 这个直原地起身对吗 这个站起来又停了 来吃个角落 好了 雪都要磨下去 诶 这边雪都要磨下去了 这边还有就是C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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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通心棘手啊 这个比赛 那凭什么 没老板可以磨死你 但你磨不死没老板 他这比赛太好玩了 这应该是SF最欢乐的一场 我都看到我都笑了 好了那今天呢这一轮比赛 这个姐姐0-3好吧 那作为XA队的话我觉得也比较合理的 正常局面该输的怎么样输的 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